官員大家午安大家好 主席我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罗部长 请部长 罗部长好 您知道说在这一次的这个司法院组织法修改的时候呢 有增列了就是大法官的候选人 就是被提名人里面呢 增列了所谓的时任检察官15年以上成绩卓著者 所以呢现在就是媒体揭露说 罗部推出来的所提名的这个大法官的人选 是我们这个司讯所 就是司法官学院的林辉煌院长 是这样吗 那您知道说所有的民间团体 他们今天也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 有很多人跳出来反对 因为林辉煌院长 他其实就是美丽岛事件的军事检察官 那当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说 大法官他的位置何其从容 他其实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司法改革 还有转型正义的这个守护者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美丽岛事件的军事检察官 他那时候呢把这整个一个高雄事件 美丽岛事件呢定调为说 以暴引证 然后证而易暴 那并且呢编造了这所谓的长短程夺权的计划 那用非法颠覆政府而且着手实行这样的一个重罪 来对于这些的我们现在 等于是我们的台湾的这些的民主先进呢 都判以重刑 那这样的人当然可能可以讲说 那是一个时代的一个悲剧 因为在威权时代 所以那时候他是一个少尉 这个所谓的这个军法官 所以呢他必须他没有无能为力 但是我们要去看的就是说 我们台湾今天的社会为什么一直扰攘 一直没有办法纷争 就是因为我们的转型正义一直只是做一半 我们所有关注的全部都是在这些被害者的 这些一个补偿 但是对于这是当初的加害者 有没有反省我们整个社会 就像南非为什么为人家所称道 就是因为他们的转型正义做得很好 他们成立了这真相的调查委员会 让所有当年这个加以迫害的这些人 到电视上去深刻的反省 去做道歉 然后给予原谅 让整个一个社会这样的一个种族的一个纷争 然后这个所谓的整个一个仇恨能够消弭 因此他们在这整个一个局势里面 算是做了这个所谓的转型正义做得很好的 那即使德国我们看到最近的 这个梅克尔总理夫人 她到去访问日本 她一直在跟日本的政府讲 你必须要去面对历史 为什么这个德国他们所谓的这个华沙之贵 对不对 他们能够真的非常谦卑的在犹太人的纪念碑 前面总理跪下去 谦卑的道歉 认错 只有这样子才能够让今天的德国能够跟法国 他们能够消弭所有这些的仇恨 敌对国能够消弭仇恨 共同促成今天欧盟的一个进步 所以只有面对的历史 那今天台湾最惨痛的 其实就是大家都没有办法去面对历史 我们的克纲尾条 今天已经被法院判决说 你这个克纲尾条完全是违反程序正义 所以你会看到说 当我们这整个一个转型正义 只走一半的情况 然后整个一个真相不明的情形之下 今天你们法务部 利用这样子好不容易才定的 把检察官列为说 他是一个大法官的一个候选 这是一个何其重要的一个推荐的一个程序的时候 你们竟然推出是属于美丽岛事件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检察官 然后定调是一个所谓的叛乱集团 这样的一个案件的这样一个检察官 来当这所谓的你们的你们全国检察官所推出来的代表 所以我们也在网路上也看到 连你们自己的检察官都看不下去 这检察官他说 好今天如果说他是在当时是一个 他是一个身不由己 但是你总有一些反思 总有一些反省吧 那在他的网路上的留言呢 他说这个林院长在他大山的时候 行事诉讼法的时候呢 还非常洋洋得意的跟大家讲说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美丽岛事件的起诉检察官 所以呢他是这种得意的杨于生 那他当了检察官 后来呢他当了所谓的 你们的司法 原来的司法官训练所的所长 那当然现在改成司法官学院的院长 那他是在这过程里面 他到底有没有去对这整个 所谓的民主法治自由人权 这些做一个深切的反思 当然也许他有一些的努力 找了一些的老师来上课 但是我们看到说 你们这检察官在留言上面写着 十年来我们这整个一个 这个林院长他当了这个院长 或是所长 事实上整个有改吗 其实没有改的 只是改了什么 改了是所谓的强制制度 把它废掉 其他的仍然是一种非常八股的 所以我们会看到 所有的法官考上去之后 我们所有国内最精英的 这些的法律人 到了司法官训练所之后 出来变成什么 被大家骂成恐龙法官 所以这样的人 适合当我们所谓的 大法官的候选人吗 对不对 今天已经有这么多的 包括你们检察官 在你们的网络上的留言 包括这些的民间团体 公都们这个 人权公业施行监督联盟 跆拳会 然后的守护民主平台 施改会 然后愿意平反协会 然后废主司们 这个废主司行 推动联盟 陈社等等 都站出来反对 所以这个部分 你们是不是应该 好好深思 我想当初在定 这个所谓的 司法院组织法的时候 就很多人提出了疑虑 检察官适合 当大法官的候选人吗 但是大家提到说 省检辩学 都有了 不能够缺少检 那今天 好不容易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希望说你们能够好好的去盛思 可以去检讨 可以吗 是 报告委员 我们其实推荐的有两位 一位是吴承桓 是第一位 那那个 林院长 不管说你们推决 但是大家只对于说 美丽岛事件的一个军事检察官 当时把他定调 这些所有的民主的精英 都是所谓的叛乱集团 那这样的人 我想今天德国 大概也不会让一个 德国纳粹时代的 代表国家打压一级的 军事检察官 来当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大法官 我想用这样的一个比例 你们大概可以去检讨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您在今天的报告里面 在这个第四页提到说 你们会去建立 人权宣施的监制 监测 督考跟改善的机制 里面就提到了说 你们会建制 国家人权专家 结论性意见与建议 专案追踪 仔细统 然后会去监督 就是各个部会 这个对结论性意见的 这个所谓的落实的情况 好 你们作为这整个一个 国家人权 这个所谓的秘书处 就是我们所有的两公约 的这种秘书处 所以呢 等于是在国内要去推展 我们所谓的人权的 这样的一个单位 但是呢 你们对于这所谓的 这些专家的结论性意见 跟建议里面呢 我们看到有两个 一个呢 就是关于所谓的 婚姻平权的部分 在这个 在这个两公约的 他们的这个 结论性意见里面呢 专家提得非常的清楚说 对于政府在修法 认可家庭多元性之前 先进行民意调查的计划 表示担心 政府对全体人民的人权 有履行义务 且不应该以公众之意见 作为履行的条件 好 我们的国外的这些的专家 国际的专家呢 写得清清楚楚 在他的结论性意见里面 写得清清楚楚 你们作为这所谓的 秘书的单位 而且在你今天的报告里面 你们在监督所有的 不用监督好了 只有你们在敦促 所有的各个部会 去落实国际专家的 结论性的意见跟建言 结果你们自己公然违反 你们对于这所谓的 婚圈婚姻平权的法案的立法 你们说因为这个民意 我们必须要再做民意的调查 因为现在人民的意见呢 这个反对了 因为反对了很多 所以我们没办法 那甚至呢 你们在这个我们委员会里面呢 也提出来说 好 你们要在去年12月底之前呢 对于这整个一个 就是同志婚姻的这个部分呢 到底怎么样去保障 你们要提出你们的一个 修法的一个建议出来 结果到今天 已经三月了 你们提出的到底是什么 你们到底是要修改民法 还是你们要特定端法 还是你们要去所有的法律里面 逐一的去定 那事实上在去年的公庭会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陈明堂陈次长 他还答应说 我说好 下一次给你两个月 两个月你是要提出说 你的这个你到底 你要采取的方式是什么 你必须要提出你的修正法案出来 结果到时候呢 他说我没有 我只是答应说好 我提出这个修法建议 结果修法建议到去年12月 你们说你们要提出修法建议 到今天修法建议也都没有出来 报告委员 那个政策方向我们已经提出来了 就是 你们提到哪里去 你们根本没有给我们委员会啊 我们是这个1月14号报给行政院 那行政院他是不是在 2月11号在行政院秘书处 就是回复 有送到我们司法委员会来吗 我们好像 对不对 现在已经3月了 对不对 你答应去年12月底要送出来 到现在3月的影子都没有 这一点我可能要再去确认一下 因为城镇是不在 那你们建议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我们会参照其实两个部分 一个是现在不需要修法的部分 其实有关于他们的比如说医疗权啊等等 我们就会从相关部会现在就去处理 那你觉得这样就足够保障了吗 那不够 所以我们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我们要修改相关的一些法律 那目前的方向是参照德国的同性伴侣制度 去建立我们自己的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能够结婚 但是可以同居的意思就是这样 这就是让我们国内的观念的转变 能够也我们的法律制度能够配合得上 如果我们直接要跳到说同性可以结婚的话 我怕这个法案反而难通过 那你说你的同讯的这个办理法 你什么时候要提出来 我们现在还在言理当中 我们要开很多智慧 因为很多法案的开会讨论 常常实陈很难 你总会有短中长程嘛 对不对 你的短程就是说 现在不需要修法的先去处理嘛 对不对 包括他们一些社会权的部分先给他保障嘛 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说 你们要去定所谓的同性伴侣法嘛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阶段再看看 是不是能够定同性婚姻法 是不是这样 对 那同性伴侣法 我们都就像很多其他法案一样 就是积极密集去开会 好 就汇集大家的意见 对啊 那你们这忠诚的情况到底多久 可是很多时程我们很难定 比如说像律师法 开到八十几次会议之后 你能够在我们这一届卸任之前提出来吗 哦 很难吧 很难 太难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 你们多年前对不对 就已经委托你们在2001年 你们法务部曾报给行政院的人权保障基本法的草案 第24条 就已经明摆规定 国家应尊重同性恋者之权益 同性男女得依法组称 家庭及收养子女 你们那时候都已经定调 保障同志的婚姻了 然后现在呢 政府上来之后就整个完全推翻 结果你们现在还要从头 而且甚至你们早就委托这个 这个 这个戴宇如 戴教授 对不对 去对这同志的这个权益都已经做研究 整个厚厚的报告已经躺在你们 法务部躺了多久了 你们现在还要重启炉灶 还要从头再来 报告委员 之前并没有确定这一个同性伴侣的政策方向 好 他的政策方向 他在里面的建议就是同性办理的建议 那这个还需要很久的时间吗 这个法律一定要一个完整成熟才能够起出来 好 多久吗 所以 因为我刚向委员报告 下一届立委的时候了是不是 反正这届立委你没忘 我们会尽快 好 那另外一个 就是关于也是一样 在这个所谓的国家的 这个在两个公约里面的这个建议报告里面呢 其实就提到这所谓的通奸除罪的这个问题 那这我们也知道说韩国最近呢 他们刚刚的大法官会议的解释 那他们把这个通奸罪呢 把它除罪了 那我们的这个两公约 在这个SIDAL公约的时候呢 其实我们的国际的专家也都来台 那检释的时候 他在两公约检释的时候也提到 台湾刑法中的通奸罪违反性别平等 那也侵害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的第十七条 对性自主的保障 并且呢他们指出说 即便法律平等处罚男性跟女性 调查显示 实际执行上女性在刑法程序中 面临极度的弱势 且侵害她们的尊严 隐私跟平等 通奸行为可能是在民事赔偿 离婚过程或监护权上造成不利益 但是通奸不应该是刑事犯罪 国家不能够以任何刑法 如极刑 鞭刑 图刑 或划金来加以处罚 这也是我们的国际专家 所谓的结论性的意见 你们要其他的部会去执行 结果你们对于这个部分 你们到今天 对不对 韩国都走在我们前面 都把通奸除罪化的 都把通奸已经除罪化了 现在只留下我们台湾 跟这些所谓的回教的国家 能难留着所谓的通奸罪 通奸除罪并不是通奸合法化 大家也知道说通奸 这是属于人民的婚姻情感的东西 是没有办法用法律来处理的 所以他事实上应该是用民事 政府应该要介入的是 怎么样提供更多的婚姻资商 对不对 怎么样能够加强去调解 那用这样的方式才能够 婚姻靠的是经营 不是靠着国家的公权力 深入到婚姻生活里面 去破坏完全人家的隐私 那你们这国际的专家 都已经建议在那里 那你们仍然是说 要用民意在调查 对不对 另外刚刚我们所讲的婚姻评权 国际的专家已经跟你讲 这所谓人权的东西 是不能够用所谓的民意调查 来做决定的 那今天即使韩国 他们会处通奸除罪 他也不是全国的人民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人都赞成 但是这是一个时代的潮流 今天婚姻靠的是经营 不是靠的是用国家的公权力 去介入到 你把人抓回来 是没有办法把性抓回来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是不是可以去处理 报告委员 这个通奸除罪法的法 法律修正是其实很简单的 就是那一条要不要删掉而已 所以这个法案如果得到民意支持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可以去做宣导啊 对不对 去把这些 就是说这个法律表面上看起来在保障女性 事实上它是根本就是没有办法保障女性 根据统计的结果 是女性 男性通奸多 对不对 但是女性被判刑责的 被处罚的多 那这样子表面上 看起来让女性说 反正我结了婚 我躺在家里 就会有法律来保障你 事实上是保障不了的 然后谁获利最大 就是真信社 对不对 然后去抓奸的这个太太呢 她可能还会构成什么 构成妨害秘密罪 构成妨害 无故侵入住宅罪 构成毁损罪 构成伤害罪 等等 这些全部都没有告诉人民 所以让大家误以为说 我只要结了婚 政府就会保障我婚姻幸福美满 那这样的东西是 事实上是你们要透过宣导 透过教育 然后呢 去让人民清楚的知道说 没有任何的法律 能够保障你幸福美满 只有你们好好的去经营 你们的婚姻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不是能够好好的去处理 那另外一个就是律师法 律师法你们什么时候要送进来 我们已经送到行政院了 那行政院什么时候会出来 已经好几 有一段时间了 因为这个法蛮复杂的 所以行政院 没有错啊 所以你们定了将近十年啊 那要为院理 我看 什么时候可以送出来 因为还要会司法院 考试院 你们送行政院之前 不是就已经要会司法院 那是开会的时候 我们请他来 但是已经正式成 我们的行政院版 那个 刑案之后 还要再会 你们今天的业务报告里面 有一些你们自己手上的 主则的修法的立法计划 你们稍微整理一下 大概有哪些法案 大概已经到哪里 送到行政院会 那个稍微做一个表 然后提供给每个委员 这样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 好 那接下来请郑天才委员 进行巡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